2024彰化县政府马拉松嘉年华计划于9月至11月举办六场路跑活动 彰化县政府今天举行启动记者会 王惠美县长表示 今年再度举办六场路跑活动 其中田中马拉松以热情报名秒杀 今天公布了幸运中签者名单 为众签者也别灰心 24日开放联合报名 此外还有其他五场特色马拉松可供参加 欢迎全国热爱跑步的朋友一同来彰化感受他的美景和热情 9月29号一直到11月24号 在彰化县有六个场次的马拉松赛 欢迎我们的这个全国的爱好马拉松的伙伴们都能够来报名 那你只要参加两场次以上还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摸彩 那马拉松我们除了说让大家能够跑出健康之外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大家更深入了解彰化的人文风情 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在地的这个City Tour以及我们的深度旅游 所以也欢迎大家利用这段时间来这个深入了解我们的一个彰化 我们分别会在9月29号开始由我们同济会来举办这个产业有关的 芭蕾的一个公益路跑 那接着就是我们10月份的 就有我们的这个园林 施子惠他是主要是用亲子的一个这个路跑 这个也很多人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带着小孩子一起来参加 那接着就是我们的11月3号我们的二水跑水节 同时这里是二水跑水节也办了这样的一个践行活动 那也是你喜欢来路跑践行的人唯一可以在水上走的一个这个活动 那接着就是11月10号我们的这个田中 那大家都知道这是万人参加的这个 民众都一定是热情用各种方法来这个鼓励我们的跑者 那接着在我们11月27号就有我们鹿港 那就有古迹还有古道的一个这个模式 让你能够多了解我们开放式博物馆鹿港 那最后一场次就是让大家来做公益的我们的这个 这个柏利欧家园为柏利欧家园而跑 那因为他还差7000万的一个募款 也希望有爱心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参加 那在这边再次的欢迎所有的这个爱好路跑 喜欢运动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路跑嘉年华 三 二 一 彰化新政府马拉松江年华 点燃胜利之火 现在 彰化马拉松 go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